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虎哥办公室被装了真空上头 知道是谁装的吗 还不清楚 遛自己又干什么吃的 这么点事 还让人溜进去动了手脚 说定一是一种好事 不用费力气小阿兔的嘴了 查出真空上头是谁装的 就能救出内鬼 行了 虎哥已经在回来路上了 你也赶紧回来吧 行 知道了 把人给我看好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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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冻我了 没用啊 硬盘不见了 我真没碰过 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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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还保持呢 人还不能放 要是查不出来 庄监控的是谁 还可以顺着阿德救出王前 现在什么情况 出去 我出去 是啊 出去 出去 过来 走 我去找我 找我了 你先出去 是 虎哥 雷杰这两天一直在想念你 他根本没在酒店 他也没机会进你办公室 有人想栽赃他 虎哥 不是我 生日宴 虎哥 你生日宴那天 我看见张浅和跟汪谦在你门口筋热 肯定那时候倒的管 哥 汪谦有问题 虎哥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清楚吗 你不能不相信我 挺回条地方啊 不是这天 虎哥不对不是这天 那天 你能不能不相信我 啊 我有个秘密的能力 我 这么急着替雷鸡兵 是不是因为这事你也有一份啊 没有 哥 我先走了 后面有什么都不知道 哥 你不能单凭一个视频就怀疑我 我这几天一直在帮你查内鬼 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扣屎盆子到我头上 你不觉得奇怪吗 那鬼是汪倩 我在酒店查到那个新来的服务员阿德 他和汪倩很早就认识 阿德知道汪倩的底细 你现在把他叫过来 我问清楚 别说我没给你计问 我汪倩也带过来 嗯 哎 虎哥 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 抬救部 我走了以后就没人了 你别跟我说 你骗得了虎哥 你骗不了我 骗你什么了 阿德 过来 我当着虎哥的面 一字一句地给我交代清楚 你要是不说实话 你知道什么后果 我说 我什么都说 我我我汪倩帮张显和截了个人 就 这叫风铃 还有 汪倩她是 汪倩她 她是条子 我 你说什么呢你 她她就是条子虎哥 虎哥 你怎么知道他是条子 我 我怎么知道他 我我我就是知道 说明白 我 我 我我 雷姐她没告诉我 怎么知道的呀 反正往前有问题 她就是有问题 虎哥 她有大问题 我 我 你 说实话 说实话不害倒的 虎哥 又不想玩这么大巴 李燕 明昭虎哥 我什么都告诉你 我不认识王倩 是雷姐逼我来骗你的 你撒谎 我没撒谎虎哥 我现在没有在你手里 我肯定不会骗你啊虎哥 前段时间 他想买头我栽档王倩 我害怕 我没答应他 他就把我姐给绑了 逼着我来骗你虎哥 虎哥 他这么话不能信 人是你们找的 你跟我说他都话不能信 前段时间 张检赫的店里消费 他当了我们所有人的面 对那个服务员 鼎鼎动手动脚的 张检赫都没办法了 就就就把他喊过来了 雷姐进来之后 张检赫就向后来走了 我听说 雷姐被张检赫买通了 你在那胡说什么呢 我没胡说我 绝对都传开了 说雷姐收了张检赫的钱 明然是你们 背后替张检赫办事 我看天地良心啊 我不可能是那种人 什么也是我承担的问题 你查一下 sich那有关事 我说 Skill る道 그런离lio 杀 和你aları 再来 五分三バ远 五分三バ远 大家 赶去银行调出单子了 有个五万块钱的汇款 打进了雷杰的账户 汇款人是张显赫 是你把万良都抓 雷杰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那钱是张显赫要嫖丁丁 给我的嫖资 打进我账户的那是嫖资 你相信我 你相信我 八五万嫖这么一个服务员 你是不是当我傻 虎哥 我真的不是那鬼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啊 虎哥 那鬼是汪倩 是他 那鬼是你 还有你 你把他连起来陷害我 你们陷害 德书记 虎哥 虎哥 无论 妈 晓晓 我是用你劝虎哥 去帮一下 虎哥是不会听我的 什么意思啊 难道胡歌 你先走 赶紧的愣着干嘛 你们把我家关哪儿了 关哪儿了 好运存 业力力的平方 你先走 过好你自己 别逗坏闲事 楚娇娇 就当我黑皮球女子 去帮一下雷姐 没想到她是怎么对我的 我被条子抓了 她想炸了我妹哥 我怎么替她去糾纪 我跟你也了解 我劝你也别进去 你要进去吗 我也保护住你 请你处理一下 我身边送我 你在菜水 走 我带来 他设计 我对,你打招呼 有寻找他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给你开门 醉了 不知道我醉不了吗 队里家警查了累积近日的动向 锁定了关押阿德姐姐的地方 我先阿德一步把人救了 阿德不知道是我救的 他也安全把人带走了 曹大祥尽快知道详细情况 我们先把工作汇报上去吧 阿德现在知不知道你的身份 知道秋虎在贩毒吗 以你对阿德的了解 秋虎杀了雷杰 他会不会报案 秋虎杰 秋虎杰 我把他赶走了 他没看见雷杰死了 阿德胆小 就算报案 就算报案 应该只会匿名 看案件 要是有人报案 一定得忍住 家里面会处理的 阿德是因为我 才栽葬雷杰的 他现在应该很恨我 应该不会再想见到我 应该不会再想见到我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是不是在骗我 利用我 你自己最清楚啊 也好 就不应该把他卷起来 对付雷杰 我是为了保任务 还是保自己 我分不清楚 分不清 就不要去想了 现在对我最重要的是 你还活着 那是 什么呀 你还活着 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了 来了啊 最后一个菜了啊 马上完事 奶奶 今天都是你爱吃的菜 怎么样 不跟了 你说 你都多久没过来我这儿了 你是不是不要佼佼了 就来陪你了吗 那你今天晚上 能不能不走啊 还是运的 那事对肚子里的孩子不好 好 八方那边已经开工了 眼睛现在不在 那儿是学人手钉的 你去去 那场子忽然这么大 我去对孩子不好吧 你去 你去 别总量好 李宗 钱不赚够了 生出个傻子也照眼赢了活 这次因为阿德 林强请些暴了 但也多亏了阿德的协助 他才打下了邱夫对他的怀疑 目前两人已经闹掰了 阿德应该不会再回酒店找林强 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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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夫已经很久没有交易的动向了 再这么等下去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查识证据 记得讲究两个字 时机 时机没到 一定要奈着性的折服 毒贩一旦尝到毒品暴力的甜头 轻易是不会收手的 邱夫也一样 他现在对张献和下了杀手 就意味着他跟马洪涛已经决裂了 没有马洪涛的毒品货源 又提走陈志勇控制了他的下乡关系 要是你 你下一步会做什么 找新的货源 好 继续领点求货 还有 我请方林的身份 这是必须公家的吐褒稿 现在 林娘的状态怎么样 方林 林娘的状态 Ai I guess 是 双方林的状态 也许是 具有一个亲战的状态 我现在就没有拒绝了 这一天 你也许是不是 我她的状态 该不懂 因为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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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相信他 虎哥 坐 雷姐不是喜欢那张皮疙瘩 走的时候就送她了 很好 你不能我身边留短时间了 一直在酒店 做什么工作 在抬球厅瞎忙呗 本来想干我姐那摊生意 这不没下完吗 雷姐不在了 雷姐不在了 你接替她 您这意思是 你现在是好听酒店的经理了 放心 我让你接替的不只是她经理的位置 赚大钱的机会很快就有了 选择 这才你 这才是 我 我 这才是 我 你 你 这才是 我们 那 快点安胎药 剩棺儿了 感情怎么样 嗨 别提了 还以为当经理能赚多少钱呢 结果就加了五百块 虎哥也太口 你预产期快到了吧 你今天情绪不对啊 跟虎哥闹别扭了 没有 他前两天还来家里看我 那这连苦得跟逗儿似的 就咱俩在私下说 毕竟虎哥干的生意不稳当 你就没给自己留条后路 你都当妈了 不为自己考虑 你也得为孩子考虑考虑吧 你以为我没想过吗 可我能有什么后路吗 我找不到后路 我看过后路 嗯 给 收好了啊 嗯 嗯 你给他那片药里面含有双本类抗毒素成分 抗毒素 对 使机体产生相应抗体的药物 提高免疫 他怀着孕呢 没理由吃抗毒素啊 会不会有一种可能 楚佳佳在接触毒药 师傅 这鱼多少钱一斤 鲫鱼师傅 落费三十 给我来一条大的鲫鱼 好嘞 你们这做鱼生意还得买水 这成本多高啊 旁边不又是一条河吗 那河呀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臭了 我们那个村里好几个水产铺都在外面去 你一定要那么多水产链 不能有水产链 抗毒素 跟我拥下 看不错 你还要死产链 冰箱 那里不是什么 你可要死产链 只要死产链 来 越来越不把自己当外人了 说来 开门就进来 这不是张鲜鹤家门口吗 你怎么随便喝别人的东西 浪费可耻 反正那父女俩也不回来了 我这是在帮他们忙 行啊 男朋友 够体贴的呀 这不是我做的 曹大让我带给你的 曹大什么时候开始体恤下属了 对 不对 这趟喝不得 你就别小人之心了 曹大看你最近状态不好 做个汤 鼓励你 真的 这是她说的 那我可就义不容辞了 看来我们的担心 都是多余的 不多余 不多余 我求求你们 多关心关心我吧 下次跟丛娜说 别做鲫鱼了 鲫鱼刺鱼 你别光顾着吃 秋五最近没动静 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楚娇娇那儿 肯定有的可查 但我上次跟丢她以后 她就没来上过班 手机还关机了 家里派人盯过她住出面 晚上没有亮灯 应该一直没回家 我去哪儿 奇了怪了 跑去哪儿了 我们不能这么干等着 还有一个人 或许 从她身上 可以挖出点什么 干什么呀 真不想看见我吗 指着我鼻子骂半天 还消失 我也为你恨我恨的 不想再见了 我还真就是不想再见你了 我仔细这么一琢磨吧 你们眼前里还有我那一分 你还在这儿 鬼鬼都是这套 能不能说点新鲜的 这不都看上捷报了 还在乎那些钱吗 这车吧 是我朋友的 我这不是为了见你 借这么好一车 少废话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让豪廷找你了 你不在 让张晓说 你帮人搬家请假了 我给了给我地址 或者我就怪了 那个强哥 我在酒店可听说不少 流言蜚语 说什么 老板不是什么好人 那个 酒店也不怎么干净 老板来路什么我不管啊 我了解你就行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离我远点 不是林响你什么意思啊 你你你你真干 你不可能 那从口到大 我就你太了解了 就把刀架你脖子上 你你都干不出 那些商店害理的事来 那还有上次 那又不是因为我 那消失的就不是雷杰 是你了 说什么我得留下来照着你 非天小白龙 说好在一起一辈子的 你不要把我提走啊 飞行 想跟我混约法三章行吗 不该听的不听 不该问的不问 不该想都不想 能做到吗 开工 汪经理 你怎么在这儿 叫什么经理 叫倩姐 叫倩姐 听说你搬家 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特意过来帮你搭把手 搭把手嘛 谢谢倩姐 客气 你愣着干什么 好好好 是这里吗 这有点 放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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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什么看啊 楼宣那么多东西呢 倩姐 我还在这么听你话 她是你男朋友 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那张显赫呢 我给你说个秘密啊 关于张显赫的 你千万别说出去啊 她之前不是来酒店闹事 非要我去她住处陪她吗 我还为她要对我做什么呢 结果我去了以后 她就让我在床边坐了俩小时 什么都没对我做 我觉得张显赫这个人挺好的 就是这儿有点奇怪 你们就放心跟她好吧 谢谢你告诉我 前段时间我看你一到饭点 就拎俩饭盒往外走 是给谁送饭去啊 不是 我就是想一个人吃 不想跟她们一块 讨厌同事 不是讨厌 酒店那些服务员 还有厨子都没上过学 我跟他们聊不来 我上学的时候成绩可好了 后来家里条件不好 就出了学 等我再好听打工挣够了钱 我还要继续考大学的 不讨厌 挺有报复 这也放点 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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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下班 下班俩给拿来 这挺漂亮啊 你爹的 不是 男朋友 不是 您去哪儿啊 不该问的 不管 等你 不管 你 别 你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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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